镜头带你到收风箱 新生太阳光电业者计划在收风箱 封平村开发太阳能光电发电厂 而日前在封平村办公处 召开了开发前说明会 而村民不仅是不满业者 在完成部落咨询会议后 才来到社区和居民来沟通 同时也批评业者在回馈就业机制 以及保障居民权益上说明的不够明确 现场炮声隆隆 说明会一开始封平村长游淑霞 对业者完成部落咨询后 才来到社区召开说明会表达不满 那在这里呢 我也把我们的上百件的意见书 乘上到我们的收香风所 请求转述到我们的厂商 让厂商来了解我们封平社区 对于这个建制太阳光电的一些意见 促使厂商来到我们封平村来做说明 让我们出品的了解 但是因为原因基法的问题 所以厂商现在部落开了说明会 也行使了智商统一权 直到今天12月5号 才来到我们社区来跟我们说明 真的很遗憾 那个表现些什么 这件事情是在11月28号 在部落第二次行使智商统一权之后 已经尘埃落定 你们才来到了社区 那我们觉得我们社区的居民不受到重视 这个问题我要强烈地表达我们社区居民的不满 书封乡民代表张仁俊与陈静和也到场为名喉舌 张仁俊说 风平村良田宽敞 但因为设置垃圾掩埋场影响村落发展 如今宽达26公顷的光电厂一旦进驻 恐怕就成为风平村挥之不去的毒瘤 业者更不应该为了抢先闯关 对地方村民草草应付了事 这么多的说明会 这么多的厂商要进驻 包括西口村的医院 当初讲的 大家都讲的相当好 有多少病床 有门诊 有什么结果 要照去地方住院机会 结果 你们就是先闯关 闯程了 以后再来怎么走 你们要以人民为宜亏啊 今天又来个光电 搞了我们这个风平村26公顷走 回收机制回收机制 先过关再说啦 我们以后再来讲啦 这个我很了解的 所以说在这边我吃了 我支持能源政策 可是要看地点地方 而不是因为说 把那么好的良田拿来做这个20年 我们的农民以后怎么办 你们完全不注重我们中乡 不尊重我们中乡 相同 拜拜 那我实在呢 我当时有跟您提议 有没有啊 当时那个村长大学有行程 他的先生有上 我常任的要求 你们既然就来这里 设一个那个方案电查 既然再做多几个 再摸头 我都知道呢 这个行为要不得 这位大哥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各位大哥 因为他们的所有的土地变分 也有村民表示 虽然业者谈到回馈机制 但对于光电厂的设置 是否有助于当地居民的就业 以及回馈增涉社区路灯等的承诺 却没有明确划出增涉范围 与数量等 都让居民感受不到业者的诚意 另外开发计划也没有明确标明预算 以及机制细项等 居民感受不到业者的诚意 这种批命中就轻的开发案 有如空中阁楼般不切实际 那刚才陈经理在讲 在解说的时候 直接就说这是一个同意 容易让我们的村民误导 误导他们说 国家参局也同意了 那你还有什么意见 你到底可以提供多少工作机会 你画一个大名在那边 结果只有三个人 只有这两个人 而且这两个人必须有特殊专长技术 要有废审证照 要有其他这些证照 那你不是欺骗这些人吗 你看看现场这些村民 他们说实话 对这个灾难他们懂多少 光电业者代表陈启祥说 居民的疑虑与实际情形存有落差 显示说明会与沟通 有必要持续的召开与进行 也希望居民可以理解业者 积极开发的诚意 以及共享开发资源 互蒙其力的期望 记者林杰双风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资源